Vaiol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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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vie 各位同学大家好啊 欢迎回到旅县公寓教室的时间 那这礼拜要教什么作品呢? 这礼拜之前老师有教过这种高音符的 高音符的空缝的家 这一次把它完善一下 那这个是八分 八分音符的空缝的家 这个就没有人做咯 没人教了 网络也没有 那我们就来教一下这个八分音符 怎么去做成一个空缝的家 音乐是家 你家里面有在学习音乐 或者是你对这种 这种乐理很熟悉的话 那这个作品绝对是非常疗愈的生活 OK 那这个很简单 那我们就把它交下去咯 很简单 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材料的部分 材料的部分 老师这次选用3.0 这是2.5的 这也是2.5的 这个是3.0的 线条感会比较粗一点 然后一个二号不锈钢转轴 一个二号不锈钢转轴 为什么要转轴呢? 因为你把它挂起来之后啊 把它挂起来以后 它就可以这样子转了 当然你可以要转轴也可以 不转轴也可以 它就可以这样子滑动 非常的疗愈 这样的作品 这个音符的系列作品 会持续下去 然后材料的部分就这些 那工具的话 我们介绍一下工具 铝线创作三件客 尖嘴钳 圆嘴钳 跟斜口钳 美啦 那这个作品啊 你可以把它放大 放大到你可能 要放霸王啊 放小精灵啊 都可以 就按比例去放大 那这一个作品啊 比较中型的 Q-bar的作品 OK 好 那我们就进行下去咯 哇这支影片 快又 会很快 然后又很简单 又很有美感 太棒了 分享给同学 把它学起来 增加在生活里面 好的 那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3.0的 3.0的话 好 线稍微把它顺出来 剪一下 拿纸一下 好 总共要120公分 好 这是Q-bar的作品 你如果是比较小的话 你就可以做比较小一点 但是你就先把它学起来以后 再去做一个变化 好 线很长 120公分 就慢慢的把它这样子 把它去收起来 放在手上 再把它另外再收一次线 线不用那么长 这样就够了 收成这样子 好 拉出来以后 重新再收线 线顺一下 好 这个转轴放着 以免不见 2号转轴塞得下吗 会不会老是打脸 可以 可以 还可以 2号转轴还放得下 因为那是之前四座是2.5的 好 这边量起来 这边量起来要30公分 30公分 大约30公分 30公分 转轴先套进来 转轴先套进来 放在里面就好了 30公分在这里 30公分 好 那我们这边啊 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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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往外面推 这样子夹出来 这边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技巧 夹住 夹住 转 这样子 看好 夹住 转 这样子 造成这边的空间比较小一点 这边就可以 就可以把转轴丢来上面了 待会就可以把转轴丢来上面 它比较不会掉下来 这样子密合起来以后 它比较不会掉下来 转轴就放在这里 好 然后这里 尺 留着 这里夹住 夹住这里 夹住这里 然后 线顺一下 两条线平行 这边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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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水滴下来 一个S型 一个顺顺的S型 这样子下来 下来以后量一下 总长度要14公分 大约 大约14公分 这一点到最底下 大约14公分 14公分以后啊 好了以后 反折 夹起来 再夹起来 夹起来 好 这边太旁边了 拿近一点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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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厚度 有个厚度 直接这里把它绑起来 如果同学 做起来 线还很长的话 就可以多绕一圈 可以多绕一圈 那这边线刚好 抓得刚刚好 就把它绑起来 这样夹起来 线头不要看到 这样子 现在继续拉下来 这条直线 这条直线 这条直线要 18公分 比例跟同学都讲了 太简 太好了 18公分 从最高到这边 18公分 拉出来 这个角度 斜斜的 这是垂直 垂直 这边斜斜的 斜斜的 这边 这边拉起来 5公分 4公分或5公分都可以 4公分或5公分都可以 我们这边抓一半好了 4.5公分 好 这里 夹住 夹住 绕小椭圆 绕小椭圆 不是绕圆喔 绕小椭圆 因为 因为八分音符是小椭圆 小椭圆 夹住 慢慢的拉过来 小椭圆 以中间为切割线 小椭圆 慢慢的 兼具慢慢抓 兼具慢慢抓 夹伤不要紧 没关系 这是创作铝线 必经的过程 铝线夹伤了怎么办 下一条 如何做到不夹伤 做个50克100克 你就不会夹伤了 真的 那是要经验去累积的 有些夹伤 老师也有教 夹伤的手法 还有 好像有没有教 同学底下留言 回复一下 老师有没有教那个 履线的技巧 关于夹伤不夹伤的技巧 我又忘了 因为毕竟准备 拍了300多支影片 有些影片已经忘记了 如果同学想要学的话 在底下留言跟我讲一下 我再另外把它拉出来做一堂 做一个课程 OK 那这是平面的部分 平面的部分 好了齁 就把它 多余的线 如果可以的话 这是要半圈过来 不够的话就不够 每个人拉螺旋的风格不同 这里把它变成 这边原本是平面 对不对 这边把它转成90度 原本是这样平面 这边把它转成90度 就变成这样子 了解 这边小一点 小一点 OK 好 那这里啊 就把它拉起来 这里夹住 把它拉起来 靠近一点 好 这边啊 多余的线啊 就这边回绕一下 绑住主结构 中间这根支架 这个 这个 彈簧架就可以上下跑 也不会被拨开 拉开一点 多余的线 剪掉 好 圆嘴前 拉起来 这样子 它就不会开 好 就在这个空间里面 那这时候 空缝长大的 就往上面拉高一点 空缝小 就往下面压 空缝长大的 就往上面拉一点 好 这个做一个 调节的功能 好 调节的功能 哇 十分钟结束了 做完了 好 看到这边 还不点赞一下 好 点赞一下 好 好 这个 这样的一个 八分音符 就完成了 好 可以顺一点 好 这边老师弧度带多了一点 这边可以顺一点 好 看个人的风格 你想要是呈现是怎样的 很简单 但是它酝酿了很多时间在里面 给同学吸收消化这些这么简单又漂亮的作品 好的 好的 那在这边自我介绍一下 老师这边是专门为员现做DIY的一个频道 如果喜欢老师的频道 记得按订阅追踪 开启小铃铛 在创作路上 有你有我都不寂寞 好 那工艺慢慢堆叠 增进生活的美好 好 疗愈的作品 又快速 OK 好 但是 要创作的话 就是要 亲自动手 好的 那今天的DIY教学影片就到这边 咯 同学们 我们下礼拜见咯 拜拜 好 好